還蠻有精神的 沒有像上一趟有很多客人 他一上床就開始睡覺 下床就尿尿 回到家裡肯定會莫名其妙 怎麼來到日月潭都不知道 一定要打起精神 然後救生衣擺放的位置 要讓你們知道在哪裡 在內昌 有窗戶的地方叫做內昌 內昌的沙發坐墊底下 有一個抽屜 打開就會看到救生衣了 日月潭呢它是屬於高山內陸湖泊 很安全的 沒有強制各位一定要穿戴救生衣 再來呢就是上下船的時候 一定要等我們船字固定好 繩索綁好時候 再做上下船的動作 以免發生危險 我們日月潭的水沒有很深 大概是二十幾層都高 千萬不要改往下 我們是來游湖的 不是來游泳的 那有幾位沒有蓋章 我來介紹一下 應該都有蓋印章 這個印章呢就是用來搭船的通行證 所有的景點呢都可以下 所有辦事的船都可以搭 紅色印章呢就是代表 一日票 一日票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可以從你會暈船 大到你不會暈船 從你不會暈船 大到你會暈船 這時候可以 都是一日票 那我們就來介紹 嚴重的建點 我們給你額視一下 那也說 有一座小山床 中床呢叫做 我看這個步道 大概有1.5公里 可以繞一圈 相當的漂亮 全台灣呢 網路票選最漂亮的步道 就是航幣步道 這個小涼亭呢 小龜小 千萬不要小看它了 它有50年的歷史了 它叫做老蔣涼亭 你們看一下良品的下方 哪裡不太一樣 有一個洞對不對 機槍眼雕堡 當年呢 蔣介石先生呢 就是跟他的愛人 在上面彈琴說愛 喝下午茶 下面呢就有一個雕堡 有這個 士兵呢就在裡面 保護我們這個 蔣介石的安全 那我的問題來了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蔣介石的愛人是誰 有人知道嗎 帥哥 你這麼年輕不知道 來我看一下 這位大眼鏡的帥哥 請問蔣介石的愛人 是誰知道嗎 蔣介石的愛人 宋美玲正確答案 今天我再到一位小姐 她跟我說 蔣介石的愛人 是宋楚瑜 她沒有斷背山 還好我沒有問到韓國來的 如果韓國來的 跟我說宋慧喬人 是蔣介石跟宋美玲女士 她叫做老蔣良品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韓碧樓在哪裡對不對 來請大家看一下 船隻正後方 一棟土黃色 跟一棟灰色的建築物 這兩棟呢 合起來就是月潭 最有名的飯店 叫做韓碧樓大飯店 那韓碧樓為什麼這麼有名 我來介紹一下 以前呢 日本天皇的兒子 曾經住過 後來呢 蔣介石先生呢 也住過 當時的韓碧樓呢 是用Tenoki 換物做的 因為九二一大地震呢 把這個韓碧樓賺垮了 那我們 鄉林建設 賴正義董事長 就把他收購起來 蓋成五星級的大飯店 那韓碧樓 注意完到底要多少錢 新台幣一萬八千塊左右 最貴的總統套房呢 要九萬八千塊 但是他已經不是日月潭最貴的飯店了 韓碧樓後方再看一下 比較高的那棟建築物 叫做日月行館 日月行館呢 普通的房型呢 都要兩萬五千塊以上 最貴的總統套房喔 說出來大家會嚇一跳 為了要加深各位的印象 我們來猜猜看 日月行館的總統套房 住一晚要多少錢 通常女孩子呢 對數字都比較有觀念 所以呢 我就讓這個 我右手邊這位小姐來猜猜看 日月行館的總統套房 你覺得住一晚要多少錢 多少 兩萬 他以為小費就把你收下來了 住不到了 太低了啦 韓碧樓就要九萬八了 來這位 穿白色的外套 這位小姐 猜猜看 12萬喔 12萬呢 我們保全能源 會讓你看12秒 就請你下來的 住不到 來我想請問這位 這個 這位小姐猜猜猜看 50萬喔 這位小姐說50萬喔 那小弟呢 有一件事情想要請問你 但是不要誤會 請問一下 這位美麗的小姐 你單身嗎 已婚喔 就是結婚了對不對 那我要跟各位 這位大哥講一件事情 大哥 以後呢 我們賺多少錢 就不要交給老婆處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住一碗32萬塊的東西 你老婆要花50萬 等於說他會浪費錢呢 恭喜大哥呢 以後錢不要交給老婆管的 那為什麼要32萬元 我來介紹 裡面位於設備 都是用黃金做的 所以呢 要32 右手邊有一座小島 那這座小島呢 來介紹一下 我想請